3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两个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就是 如果我们戴眼镜的话 是戴度数和自己度数差不多的 还是要戴浅一点的 就是有什么影响吗 您过18了是吧 我翻个背36 看以为刚18了 看不出来 其实对于未成年来说 我们讲应该是要足脚的 不应该欠脚 尤其对于10岁以下 这种在视觉发育关键期的孩子来说 如果你要不给它足脚的话 它会影响施工能的发育 但是对于我们日常工作来说 第一次配眼镜你不太适应 可以适当地欠脚 适合自己是最重要的 15号 男嘉宾你好 如果说我身边的医生朋友的话 我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忙的 就是在他们工作期间 基本上是找不到他们人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我是因为周末来到这个节目 所以只有周末能找到我 那在工作日就比如说 我有很紧急的情况找到你 但是你没有任何回应 那事后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弥补 或者怎么样去哄女朋友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医生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 但是确实对于女朋友来说 男朋友缺少回应是不对的 但是我觉得对医生来说 应该是可以原谅 我们可以在休息日进行弥补 好吗 好吗 我冷幽默地说一个好妈 大家就那么酥 那如果女朋友特别想听你说一段相声 缓解一下她的情绪 你愿意说吗 她都说一场了